欢迎收看这一小时台湾大搜索 我是庄亚婷 南方大桥崩塌意外 让大家心中不禁都浮起一个担忧 以后再开车或是走在桥上 下一秒是否会断裂 摔进水中惨死呢 其实台湾严重的断桥意外 有五起最为惊魂 如今横跨双北的中心桥是重新兴建的 因为33年前的傍晚突然断裂 6名机车骑士受伤 再来从2000年开始 短短9年之内发生三起重大断桥事故 都在台风来临时 包含了高平大桥 17辆汽机车坠落22个人轻重伤 2008年早就被交通部列为围桥的台中后峰大桥 在发包重建前桥面坍塌 三辆车坠落溪谷6人临难 隔年横跨高平溪的双云大桥被冲垮 几十辆车紧急刹车才逃过一劫 这一次南方大桥在米哈台风 青台隔天垮了造成严重死生 问题是这座桥通车启用到现在才21年 为何会垮呢 南方大桥是亚洲首座双岔单拱式桥梁 比它早的这一座会在西班牙 比台湾早在了9年 桥面和长度都更宽更长却溢立到现在 所以南方大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专访台湾知名桥梁设计专家 他透露这种桥最怕海风侵蚀 偏偏南方澳是个海港 那当初为何会选择设计这种形式的桥梁呢 当时施工的承包商已经倒了 负责设计的亚新工程 根据调查在业界相当有名 20年来包了政府上百亿的工程 其中还有淡海轻轨 更进一步追踪亚新负责人莫若吉 他的父亲还是台湾史上 任其最久的前交通部铁路局局长莫衡 一当就是12名 横跨西班牙第五床河八块桥 全世界第一座双叉单拱桥 总长度214公尺 桥宽21.4公尺 1989年开始兴建 更是当年世界博览会的重要门片 9年后1998年 世界第二座也是亚洲首座双叉单拱桥落成 就是现在的南方澳跨桥桥 对比同样设计两座桥梁 西班牙八块桥比台湾早盖了9年 桥面和长度都更宽更长 毅力到现在 但南方澳跨桥大桥却断了 这种问题到底出在哪 设计完了之后 建造的过程中 我觉得在品质的控管 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你要监督承包商 必须符合你整个设计的要求 然后整个施工规范的要求 这个施工过程中 建造的责任是相当的大 根据10月2号 宜兰县政府的新闻稿 跨港大桥从建设计到建造 统统都是亚新工程顾问公司 亚新在业界名气响亮 资本总额高达2亿5000万 1975年成立至今44年 包办政府工程超过140亿 从国家级的高铁 国道3号高速公路 到首都的台北捷运 淡水轻轨都能见到亚新的踪迹 12年前亚新一手包下 穿越松山机场地底的 复兴北路地下道工程 这也是世界首例 不用暂停起降就能在飞机跑道下 开挖隧道的工程 因此打响亚新的名号 就连盖房子亚新也要第一 亚新盖的台湾新荒人寿保险大楼 可是当时全台最高大楼 亚新事业版图更拓展到 亚洲各国的基础建设 以及BLT案 包含泰国曼谷的第二国际机场 清迈国际机场 柬埔寨国际机场 都是出自亚新之手 而亚新能够handle各种大小工程 全是因为它 招操文件定了 我们征兆办理 有征申委员会通过 嫌少露面的亚新董事长莫若吉 有工程界泰斗称号 只花两年就完成麻省理工博士学位 进入业界前 还曾经是亚洲理工学院的副校长 二哥莫若利 则曾经在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任教 莫家大哥莫若鱼 则是生根家居贸易 还因此入选美国家居民运堂 莫氏家族能量惊人 他们都是土木工程方面的世家 其实他们在土木工程这边 整个家族是都蛮优秀的 莫家三兄弟超强的工程基因 通通遗传自父亲莫恒 莫恒就读上海工专土木科 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 毕业后就投入铁路工程 曾经在抗日期间利用铁路 撤退了一万五千名缅甸华侨 更是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 任其最久的台湾铁路局长 长达十二年期间 推动了台铁第一辆特快车 以及北高飞快车 更比较空服员开创新河 训练列车小姐 如今的新竹内湾县 台中神岗县都是出自她之手 更因为表现良好 一度被时任沈主席严加干拔拙 成为交通处长 可见莫恒政治人脉广阔 而所谓虎妇无权子 有莫恒这般熟悉政府梅咖 再加上儿子们的工程专业 也难怪亚新公司一成立 就能标下这么多政府工程 公共工程大概就是三中 中华 中新 中顶 亚新也是一家 他们也算是国内的几家 大型顾问公司之一 身为国内前五大工程顾问公司 过去新手工程也都没有出事 唯独南方澳的跨港大桥断了 我们是设计单位 那宜安县政府去 根据我们的设计图 去发包给营造商 舆论茅童指向 承包商力有营造 因为早在21年前 大桥完工前夕 就曾发生过公安意外 四名正在拆除大桥之下的工作人员 因操作不当加上天宇落滑 使得四个人连同一部怪兽掉落海中 当时承包商正在桥下拆除便桥 便桥上的铁板却突然滑动 导致铁桩坍塌 瓦土机司机和三名工人落海 造成一死两伤一失踪的悲剧 而承包的利用营造公司 也在大桥完工后两年 因为债务纠纷结束营业 在台湾设计桥梁超过30年 有桥梁权威称号的李中斌透露 还有一个关键厂商影响桥梁的安全性 拱桥来讲营造厂尤其这种特殊的桥梁 营造厂占的角色并不重 重的是在钢垢厂 钢垢厂它的品质控制相当 就是这种拱桥的话 它的精度要求相当的高 全长232公尺 由李中斌设计的北港观光大桥 比南方澳跨港大桥 玩了三年建造 但都是使用同一间 占威钢购厂的钢铁 这家钢购公司的品质是还蛮不错的 早期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国内的 前十大钢购厂之一 在施工中我发现机具啊 品管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根据李中斌的初步研判 南方澳跨港大桥最大问题 不是设计或是尖造 而是在通车后的保养维护 有没有确实 以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的话 最怕的大概就袖石 这种破坏都是瞬间的 一下子的淬裂 所以桥梁检测的时候 在钢南这一块 尤其斜张桥跟拱桥 在钢南的检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你有想过吗 你每天上班上学所经过的这条桥 究竟是不是安全的呢 其实以我们今天这座大直桥为例 它跟南方澳的跨港大桥一样 都是属于钢索桥 而使用钢索的桥 就是靠着一条又一条的钢索 来把桥面给吊起来 而这条钢索的两端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位置 它就是这条桥的弱点 如果养护不当 可能会导致断桥危机 专部的矛头这边夹片 这边就是一个弱点 因为夹片一夹的话 可能裸线皮肤的部分 就会变成被破坏 里面的皮肤跟外面的皮肤 经过长期的反复载重之后 逐渐的裂化 南方澳跨港大桥前身 是一座水泥驼背桥 但因为桥太窄过低 造船厂的大船 无法顺利进出 渔船的雷达天线 也常碰触到桥墩 于是新建了跨港大桥 并在1996年游锡坤担任 宜人县长任内发包 经历两年施工 1998年完工 接任的刘守成 剪彩开通 如今桥却撑不到21年 就垮了 如果有涉及到任何的疏失 我们在查明之后 也一定会究责 六条人命家庭破碎 港务公司董事长 下台一局工就能止血吗 再放大来看 交通部107年列测 全台29000多座桥梁 平均每4年做一次总体检 先不论落实程度和品质 背后暗藏的隐忧在于 总体检的桥梁总数 并不包含港务公司管理的桥梁 让最容易秀实的港口桥 成了灰色地带 回顾台湾断桥历史 横跨双北的中心桥在33年前傍晚突然断裂 导致6名机车骑士受伤 后来经过调查 除了因为桥墩被河水冲刷裸漏 关键问题更在于工程偷工减料 大大缩短了桥墩的寿命 没想到14年后 短短9年内一共发生了 三起重大断桥事故 包含高平亚桥 后峰大桥 双元大桥 都在台风来袭期间塌毁 造成多人罹难 之前断桥有几座是发生在桥墩 所以国内那段时间对桥墩的检测 水里分析就相当的重视 经过这次的教训 也可以让国内的主管单位 对于有关缸染方面的检测 斜张桥 拱桥 悬索桥也好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让主办机关去省私 出事了才重视 之前加长检测桥墩 这一次严密关注缸染 那下一次呢 又要拿多少性命 多少家庭当垫背 以鲜血来凸显问题吗 中华职棒兄弟向球星恰恰彭正敏 9月29号办了营退赛 可惜原本寄望当天拿下季冠军 让营退赛有个完美据点 却迟了两天后才夺得 不过恰恰隐退那天更夜 谢谢球迷和家人的感言 感动了现场观众 他19年的职棒生涯 更为二代相留下传奇的夜 说到二代相 最吸睛的就是345棒的中心打线 陈志远 彭正敏以及蔡丰安 被称为黄金三剑客 但是辉煌战机却在2010年变了调 蔡丰安和陈志远因为卷入职棒迁赌案 碍然离开球团 其中形象叠到谷底有陈志远 首次接受针访 来看看他的情况 往后日子 我会继续钻研自己的专业 把自己所学 奉献给爱棒球的球员和球迷朋友们 成了终植历史上第一个 千安 百红和两百道的选手 他是屡创纪录的球星 也是独霸15年的中华职棒人气王 如今宣告已退 这一夜要好好跟球迷说再见 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三类方向的滚地 三类手把球给拦截之后传往一壘 类手等在这里 那么出杀了彭正敏也 结束了在九局下半中信兄弟的进攻 九局下半英雄般的登场 却少了下半季蜂王的喜悦 但球迷最不舍的是 恰恰地离开 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 这一秒泪水溃蹄 现场两万多名恰迷 也跟着红了眼眶 胡振平19年职棒生涯 正式卸下球员身份 也宣告二代向时代 画下句点 属于我们的黄山荣耀 最后的绕壘仪式 也找来二代向成员 却不是外界最熟悉的 黄金三剑客 回顾2001年 彭正敏以选秀状元之姿 加盟兄弟像 开启黄金三剑客圆年 但当年人气最高的 反而是他 一定会紧张的 甚至到职业的时候 重要时刻打之下 还是会发抖 不能让人家看出来而已 陈志源的个人职棒生涯中 征战无数比赛 28岁那年就挥出了 第50支拳蕾打 甚至在2004年 雅典奥运的开幕仪式中 担任中华队的掌棋官 奥运一辈子可能就参加一次啊 然后而且又打拳蕾打 就是对意大利打的那支拳蕾打 我就把它留下来做纪念这样子 我觉得它就带给我幸运嘛 带给我好运 所以我就觉得说 把它放在我的车上好了 然后把幸运一直带在身上这样子 就在陈志源的人生达到巅峰时 终止爆发的黑象事件 让他一吸尖从天堂摔到谷底 我没有当讲却 我想我的差人就是不到人缺 但板桥地方法院 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审理 认为他们限为知名的球星 却收受贿赂影响比赛 陈志源招判两年六个月 我还必须勇敢 所以没有办法 我要勇敢 谢谢大家 两年六个月就觉得太重了 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 被向队开除后 父亲的突然病逝 让陈志源顿时 无法接受这双重大击 学上加双 志源的心情是非常的自责 曾经棒球是他的全世界 如今却成了最不愿提起的痛 很多事情是 你不知道或者你是 清非得已的 但是你能怎么说 你能怎么做 我已经父亲我不需要解释 包括现在我没有什么好解释 我只有觉得我要怎么样的一步一脚一按部的就班 然后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我就不会去提 最终最高法院判决六个月刑期 可一颗罚金十六万两千元 为了挥别过去 家人不离不弃的陪伴 才让他走出阴霾 重新出发 他看待事情都比我还开 反正什么事情 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啊 又不是世界末日 这个手套是我特别为老婆跟女儿做的 秀是我老婆嘛 林是我女儿 其他都是名字嘛 我想说做一个比较特别 现在看到这些会感受吗 不会啊还好啊 这都是回忆啊 我知道这是我的过去 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 其实我的心情转换很OK 从一个月入数十万的职棒选手 变成和老婆一样的通告艺人 陈志远私下透露 其实他从小害羞冷酷 如今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全是秀琴的功劳 我一开始上节目 我不知道怎么上节目 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一直旁边教我 教到我神奇有翻脸 我不要上节目 像老师一样啊 教我太多了 对对 打风球的很单纯 很单纯 想法很简单 有时候在工作领域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针锋相对 然后他觉得不对 他就会讲说 你刚才怎么做 刚才怎么做 可是我又有一点点淡然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你凭什么可以去讲我这个 你能了解我什么 那两个就会讲真实 陈志远和秀琴都是阿美族 难不成因为母系社会的影响 所以让秀琴较为强势 我说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说我 就客气一点 不要用那个老师 折骂学生的方式 他最怕我不讲话 他没有说他受不了 他一定要讲话的人 我们有一个礼拜不讲话过 他有曾经吵过要离婚 结束会啊 早些也没好话 但真的是嘴巴强讲而已 对啊 最后是大家彼此没有对方不行 夫妻间床楼吵 床尾和 更何况他们还有个宝贝女儿 相当贴心 现在的陈志远 游女万事足 只要一聊到前世情人 脸上满是幸福笑容 我女儿不会叫我爸爸 大哥 怎样啊 你要不要去做礼拜 要不要去跟阿嬷去那个 大姨妈那边玩 爸爸你半天好像有工作 你这个大哥真的是 到底是有多忙 镜头前看似云淡风轻的背后 其实暗藏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因为陈志远自从退休后 经历了三次生意上的失败 我自己下去炒啊 去批菜啊 批货啊 最后一次创业同样开餐厅 就这样校长兼壮钟 持续了三年 店的生意却每况愈下 为了弥补亏损的漏洞 成绝更加卖力 有一回他突然休克昏迷 差点赔上自己性命 我老婆莫名其妙 还进去医院 醒的时候就 我怎么在这边 对啊 我就开始 不能这样子在搞自己的身体 这三次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年六七年当中学的这些 然后但是就是 哎呀 辛苦了赔了很多钱 不要了不方便说了 当然跟其他的那种几千万是没有的 一路走来 生意上的失败 并没有击倒陈志远 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气而不舍 就像他对棒球的执着与坚持 我要做一件事情之后 就是很极端啊 不要逼我 我要做我就会做到 爸爸以前是运动员 也是打棒球的 从小跟不爱 跟那个红业国小的同时 妈妈是田径选手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血统存在 所以我爸爸就喜欢运动打棒球 从小幼稚园就会带我去那个操场 看他们比赛 仿佛与生俱来的天赋 身为家中长子的陈志远 从小对棒球就情有独钟 但国一那一年 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差点改变人生 学长会有一种无厘头的欺负你 没有理由的 我讲说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接上今天心情不好 真的啦 真的以前 我就打电话回去 我记得我国一而已 我就想放弃 我先跟我妈讲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爸接电话 我就说我不想打球了 我爸只回我两个字 四个字 你要忍耐 所以挂了 从那天起 陈志远就写了大大的忍耐 贴在天花板 无时无刻 谨遵父亲的教诲 也因为这两个字 造就了后来 叱咤风云的黄金战事 过去放水流了 现在的就是要看不一样的陈志远 在不一样的领域上面 试图挥避过去的 还有他 蔡峰安 席日黄金三剑客成员 遭到假球案起诉后 立刻被球团 以不试认为犹试出 失去舞台的他 随即回到南投故乡 投入基层棒球当教练 当球员是 比较幸福就是都听教员的话 只要教员说的话 我们就服从 现在教球员就不一样 现在教球员是 我们要去教导球员 所以这心态上是差很多的 不论是蔡峰安还是陈志远 在职棒人生失误过后 各自在不同领域努力 等待下一颗好球 全力出击 你看看 你看看 说到这句招牌口头禅 你会想到谁呢 没错 就是造型酷色旅日歌手 欧阳菲菲的 郭剧女王菲姐 不过向来光鲜浪丽的她 这几年却卷入多起官司 而背后都源自于一段 长达36年的感情 原来当年她在有婚姻的情况下 认识的男方陷入不伦练 菲姐更为了对方离婚 两个人共创事业 甚至忍痛堕胎七次 但六年前感情生变 事业分到扬镳之后 两个人金钱纠纷官司不顿 采访过程中回想大半辈子 为了爱情牺牲了家庭和小孩 菲姐数度落泪 你看看 你看看 有没有 不要小火 不要开大火 因为这个铸铁 它传的非常的快 独特菲氏腔调 招牌的口头禅 你看看这句话 让菲姐二十年前 就红遍大街小巷 菜都是我一直自己煮好的 自己煮 可是煮起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 哇 这么漂亮 你看看 自己就很兴奋了 你看看 漂亮漂亮 过来 过来执下去 很好玩吧 对不对 所以你家里的老公下来看 你做菜这样子开心 他吃的也很开心 做菜时唱作俱佳 因为神势歌手欧阳菲菲 让本名甘愉惠的菲姐 成为电视节目当红厨娘 被这样子的折磨了36年 近两年却因为感情问题 成了新闻主角 走到这边就是 非常失望 很失望 今天她怎么会对我这样子 因为我今天没有做错事 对不对 镜头前声泪俱下 年近70的郭骏女王 和男友不仅感情生变 还难堪的上法院对杠 情变这五年 每一刻都是煎熬 就每天就想 我住高楼城 死了算了 不想活了 真的这样也活得没有意义 因为突然间整别人也没了 事业也没了 就没了 一宿之间什么都没了 来到菲姐位在台北市安和路的房子 家具装潢走欧洲华丽丰 这里曾是她更丁洋姬 温馨的家 她的衣服你看 这整排都是她的 你看她的西装 都好正气 那你都还留着 你都还留着 不是留着 你要拿去哪里中的毛衣 隐藏在话语下没说出口的 是菲姐难舍的情分 不只是衣服 还有两人的照片 36年感情说断就断 菲姐坦言心真的很痛 这是我小孩 应该这么小在一起 这我小孩就把我趴走了 原来两人交往时 各自都有家庭 如今回头看 菲姐很后悔当初离婚的决定 是不应该 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她 是我自己当时这个事 哎 毁迷心窍吧 可是今天自己做的事 自己要待嘛 谈起这段让她愧疚的婚姻 菲姐说前夫是一位香港华侨 又高又帅 当年她年纪轻轻16岁 重新竹北上到台北办公半读 在横阳街学裁缝 作声艺时认识的 认识8年 8年我们就结婚 24岁结婚 25岁生孩子 婚后两人住在台北天母 两个儿子也有佣人照顾 菲姐过着贵妇般的生活 空闲时也买卖房历产 去买菜 我说路边在那个七层楼华侠 那个时代 七层楼就已经是有电梯很棒了 那以前是该四层楼的房子 也爬楼梯了嘛 这新房子就去看 菜没有买就买一间房子回来 当时丈夫在国外经商 常常不在台湾 夫妻俩巨少零多 孤单的他靠着找朋友吃饭抒发心情 27岁那年在朋友餐厅 认识了当海关人员的丁杨基 我那时候他这里已经 他的朋友在哪里 上海关上过班 我也没兴趣 我并没兴趣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家庭的 没想到几天之后 大他九岁的丁杨基 展开猛烈追求 早中晚不停电话公示 菲姐始终拒绝 但烈女怕缠男 这三个字 宛如魔咒打动了他 因为自己谈恋爱 以前的先生是没有 他没有从来跟你讲一句爱字 我爱你那个字 这个呢就一天耳朵我爱你 我老婆我爱你 那可能就是女人 就是辞职一套吧 他陷入感情深渊 决定跟前夫离婚 那后来也是吵吵闹闹吵了很久 我的小孩子我就待过来 待着我就住这个七神的华夏 我就叫先生你帮他吵 我们孩子我来带 28岁那年菲姐结束了 四年的婚姻 带着两个幼子 跟丁杨基同居 其实他跟我讲离婚 所以我才会相信他 因为没有人来找过我 没有人找过我 对吧 其实他有没有 其实没理 偏偶有理 然后我宴客 出去哪里都叫我是老婆 老婆长 老婆短 外国人就是my wife 这样子过日子 菲姐卷起了袖子 和丁杨基一起创业 在西门町摆摊卖冰沙 1982年 两人一块到意大利旅游 却成了事业转折的契机 那之前有两个老板做不成功 你有没有兴趣做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快锅 那个时候我们就带快锅回来 两人经营代理厨具 从百货公司这个据点开始贩售 表演示范给他看 你听到快锅 那麦个像鬼一样 见到鬼一样就跑 我不敢用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代快锅会爆炸 因为演了一部电影 当警声器发出声音 就表示锅内的压力 他已经达到他最大的安全范围 我就想一个 我煮东西 炖东西 老人就闻香而来 就到我这个位置 再慢慢地来解释解说 亲自示范改变对快锅的恐惧 还开了妈妈教室姜作菜 由于外形神士欧阳飞飞 被电视台向众参加模仿秀 那时候小燕有个月子 随便抓一句叫 在一种招训你招训你的心中 就绕了满场碑了 唱完之后 小燕把我拉回到中心边 结果得了冠军 飞姐意外爆红 卖过的战场从百货公司 转到电视节目 赞美哦 好棒 你看看 炸它这个样子脆脆黄黄 哎哟 好脆好脆 上电视是完全靠我自己的know how 这样子表演出来的 飞姐负责在荧幕前煮菜卖锅子 丁杨基则在幕后 管理公司的大小事跟财务 那它是其实财税 账真的它管得很好 公司管得很好 但是呢 我们行销 销售 公关 我比它厉害 那我没有看过钱 我只是会买 我是邀请书 丁杨基挂名公司负责人 飞姐是股东 两人一起经营卖锅事业 更创下连续三年 卖出几十万口锅子的业绩 公司年营收高达八亿元 但万万没想到 三十六年后 因为感情生变 昔日的枕边人撕破脸 今天成功了 你一手拦着 拿着 那我们就没有 你就是一个锅也没有 一个柜 一个柜来给我做也没有 所以就让你没饭吃 就从天上掉到堵 就这种的 凄惨 回首这段情 菲姐说 两人因为民分问题 多次起争执 我有第一天反反给你没言 还没有 她是说 又开始三字经给你骂 骂你说 你老是听别人的 你 我她讲话 我都不相信我老是听别人的 那这样每天咬八糟 要什么都够离 没办法之后会打你 穿着皮线给你 拌倒子宫 我在躺在地下的时候 就一直叫 一直叫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真的很痛很痛 所以我才会把我去验伤 左前辈挫伤 什么右前辈什么也是挫伤 就是腐化的这个地方 她说我菜上的子宫有吗 你有验出这种子宫受伤 或者是子宫这边有淤血吗 没有嘛 你不要睁眼收下 这段不堪 在两人翻脸后 翻上台面 专访时 菲姐拿出了当初 叮阳鸡血的道歉信 说为自己的出炉抱歉 动手之后极度后悔 打完后给你抱你 抱你会跟你道歉那种 那我们女人就饿在耳朵过日子 每次心软的结果 就是暴力跟原谅 不断的轮回 菲姐说她为了叮阳鸡 还堕胎妻子 委屈都往肚里吞 两人交往23年后 终于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结婚 她说她离婚了 其实跟我美国结婚了 美国结婚回来台湾有请客 在院东饭店严客都有 那我跟她说 那我们可以登记一下 那把公文拿去登记 她说美国也结婚了 客也请 这不是结婚这是什么 你每天这样吵怎么过日子呢 日子一天天过 始终没有在台湾办结婚登记 又因为忙事业 菲姐就把这个事情搁在一边 没想到两人关系 在2013年产生变化 一夕之间 今天早上我还早上煮早餐给她吃 她晚上就没过来 刚讲到国具女王菲姐 年轻时在已婚的状态下 和有妇之夫陷入不伦练 还为此离婚 和男方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打造辉煌事业 却在一夜之间全变了调 菲姐回想 那天早上还煮早餐给男友吃 却从那天晚上开始 再也没有回来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结婚就觉得有 当然根本不会有相当过热情 反正话得比较少 我就讲了 没想到这个当中 她就是已经有 嗯 嗯 对 嗯 变心了 丁阳金一声不响地离开 起初非姐心想 也许过几天就回来了 没想到却是决裂的开始 当然当知道她不回来的时候 每天哭啊 就听 因为我没有一个人生活过 没有一个人过过 就回到家就哭 哭 一个人生活 她到底还不哭 用心经营的爱情跟事业 一夕间粉碎 她陷入情绪忧郁 又整年一个人 那个愿 那个去没地方吐 然后来 我就打电话给郭乌泰 你说有没有要做过事 我可以出来帮你忙 我出去外面吼一吼 叫一叫 我可以忘记 我可以淡忘一下 可以暂时忘一下 没想到这个举动 却引来了丁阳金的不满 她就拿我这件事情 去做文章 说我去卖别人的骨子 就好像自己的老婆 去脱脱下 你怎么能原谅 就连经营三十多年的 郭居公司菲姐也进不去 但让她心灰意冷的是 2014年丁阳基提购 要求菲姐返还四十万股的股权 声称她的股东身份只是挂名 为什么年纪大了要上法院 而且跟整别人打官司 那个那种痛 真的没有办法用自己洗脑 这是非常的无奈无助 这压力的打 这就产生了三叉神间痛 三叉神间非常痛 中西医都医不好 我那时候也更想跳楼 更想死 2017年三审定宴丁阳基败诉 确认四十万股的股权 确实属于菲姐的 菲姐更控诉 公司每年都赚钱 大把盈余却没有奔配给她这个股东 也心痛自己付出大半青春 卖锅充事业 到头来一无所有 流血罹是我们去打拼的 打仗要实施我们第一个心事 那今天假的事业好好的也 也辛苦有代价 对不对 可是昨晚就跑过没了 就是没有人能接受这样子的 应对这种事实 回想大半生为了爱情牺牲家庭 也为了拼事业 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如今两个儿子 都超过四十岁结婚生子 但大儿子欺他不早点听劝 已经好几年不跟他联络了 希望他会有遭遇 他能体谅妈妈的心 那个体谅就好了 那大门是开的 随时他们都可以回来 但是要我去找他们我不可能 因为毕竟你妈妈做错了事 我怎么会去找他 我想说我自己做错 做的事要做做的事 太坎坷了 相爱三十六年的情人变仇人 菲姐现在只希望 丁先生能够将该领亲的财务 明确处理好 双方残送的官司能尽早落幕 让彼此的余生重新开始 他希望她们 crimin相够 我们下谢 我们下谢 欺负 amazing 只 Tes